毛不易绝对是华晨宇最怕的歌手 当年毛不易开嗓差点砸了华晨宇的范围 17年绝对是华晨宇最恨的意义 同时也是毛不易转折性的意义 起初在毛不易参加某英宗时 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走个流程 但令华晨宇万万没想到的是 毛不易带着一首原创彻底掀翻整个乐台 而在毛不易的演唱临近结尾时 当所有人都以为毛不易可以掌握冠军时 毛不易却坚决不想进军决赛 因为在参加节目的那段期间 其他歌手基本上都是在翻唱和编曲 只有毛不易坚持选择原创 然而令毛不易都没有想到的是 才华在资本面前根本不止一品 而在之后的竞演当中 一切都如毛不易所调想的那样输给了资本 或许就如毛不易所唱的那样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不知该何去何从 如果不是华晨宇的一句话 毛不易还会不会这么惨 2017年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 当其他歌手还要靠翻唱晋级时 毛不易时隔一月带着一首原创杀像舞台 并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就在毛不易以为自己可以成功晋级后 他还是因为连气输给孟子昆 但是让毛不易都未曾想到的是 他却差点被华晨宇的一句话逼退乐台 从史之中你的曲子 我这里就没有过过一次关 结果你这一场带来这首曲 应该是我目前听到你所有创作里面 最让我听不懂的一个曲 而面对导师无情的点评 毛不易则是进到了带定区 除了和他有着同样遭遇的薛之谦 老薛用自己的前程和资本做赌注 把毛不易从带定区捞了回来 因为薛之谦知道如果自己不去捞他 毛不易可能会因为这个选择辛苦十年 毛先生你比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这个舞台 所以请珍惜这个舞台 拿出你全部的实力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像我这样碌碌无畏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除了华晨宇 这才是最牛的一言一爆炸 自我梦境 爱自我很快就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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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我作多我慈美 爱我沉醉 2020年在江苏卫视的舞台上 毛不易受邀参加天猫晚会 主办方以为毛不易会放出自己的王炸时 毛不易却选择翻唱华晨宇曾翻唱过的歌 因为他也想要堂堂正正的吟一场 同唱一首歌曲的两个人 你感觉谁的唱功更强呢 但这还不是毛不易最惨的一次 当时在毛不易参加歌手的那段期间 毛不易原本并不打算 在这个只有彪高音才能取胜的舞台上 唱自己为亲人所写的歌曲 但是令节目组都未曾想到的是 毛不易用一婚一速唱《哭日本天后》 却未能感动现场500位大众评审 以至于在毛不易演唱结束后 不少粉丝都说这才是真正的龙的传言 而在被节目组淘汰后 毛不易却说能留两首歌在舞台上就不够了